大家好,大家好,我是GameplayHK 我是Elly,這次又跟大家爆盒 這次的龍珠卡就是 TB02系列 整盒這樣開當然又好像上次一樣 主題就是講天下第一武術大會 由悟空小時候到布偶和龍珠超的武術大會都有 龍珠迷,看到這些畫面回憶會翻過來 以及這次這盒有一個特別之處,是玩合體卡 會不會我這麼幸運,可以多合幾張 又或者是黑仔到每張都是單邊 我想大家都是想看我黑仔多一點,有得笑一下 開個盒子來看看 一開始就看到應該是布偶故事的天氣第一武術大會 這個,悟空對他的師傅,其實這個是龜仙人 這一包就是魔風球的,這是天神 打打敗截魔堂 不過最後的電飯球就失敗了 最後一個設計就看到比達有一個M字 其實都是布偶的武術大會 這些兩個其實是同一時期的,就是第25屆的武術大會 這個卡包的封面就是龍珠2Z之前 還是叫做龍珠那時候的最後一次的武術大會是第23屆 這個應該可能是第21屆 中間還有第22屆就是打學先人 其實除了這裡之外,還有一個應該包含在龍珠超裡面的 第28屆的武術大會 好多事不宜遲,開一包來看看 上次都開過一盒,有些特別東西是超大張的卡 今次的特別東西就是玩合體卡 越來越多花神 其實那些瓜蜜是重新畫過的 我們看到撒旦的色彩很鮮艷 頭髮很濃密 頭髮暫時在這裡 這張卡是可以合體的,因為我看過宣傳片 天津飯,旁邊應該有一張卡是圖伯伯 另外一張 比達,其實旁邊應該都可以合體 這個我忘記名字了,但是是寶偶的時期 餃子 這個就是吳天津加上杜德格斯,兩個扮大人的參賽 無限用龜波氣功 這個就是變人做朱古力 我們的主持 這個主持算是年輕一點 那麼多屆都是他,沒有換過人 這個也是打寶偶時的壞人 比達 有一個M字的額頭 阿包 這張其實是R卡 竟然是他有R卡 這個閃法其實是日本的閃法 這次是格仔閃 如果大家有看我 開這個系列的卡,就沒有看到這個閃法 我自己 這隻還要是以前的閃中閃閃法 不記得跟大家說,這次的卡包包包含30張 common,18張uncommon,12張rare 8張superware,8張specialware,1張secretware 天神對地戰魔童這個卡包 第一張學先人,天神發的師傅 笛子魔童 這個拳頭是不是可以拼其他呢 待會找其他白卡出來拼一下 歐布 這個 這個都是第25屆的壞人 補歐的基地 杜奈格斯的樣子這麼搞笑 GG 餃子 可以定人身體 這個是什麼來的?不記得了 比達M字壓 這個也是,可以先看看 R卡 R卡 悟空是在擋招 另外還有一張R卡 龜仙人加悟空 街旺神 又是可以合體的 我覺得玩法多了很多 悟空小時候 又是你 這個是GiGi 五番 餃子 劇指摩童 這個女孩子 識有龜仙人那個 這個贏了第1的 是不是這個狀態 兩個V字 整個成龍的姿勢 龜仙人 後面的章是什麼呢? 都是R 這招 這個叫做Double Impact 無限使用的 應該大家都知道 所有一開始都是白卡 最後一章才特別一點 這些都看過了 這麼多重複 好不老禮,全部重複 悟空 腳用龜波氣缸 這一擊就是 龍珠的時候打魔童 最後 使出狡猴而虎之力的絕招 因為那時候他不會沒有空術 所以他靠這樣飛行 魔童會飛的 全部重複 這麼嚴重? 雖然是重複,但是有點特別 最後一章 連R卡重複 糟了,之前有沒有試過R卡重複 嚴重 看來應該沒什麼運氣 感覺上很差 不期待什麼合體卡,可能合不到全部單邊 這招很帥 這個畫到龜仙人很有型 現在暫時看到很多重複 R卡後面還有一張? 咦 後面有一張很棒的東西,沒試過有兩張特別的東西 開了 不是 頭巨頭很噁心 頭巨頭很噁心,但它是什麼卡? Special R SP R 只有8張是Special R,我就中了一張 不過這一張的樣子其實... 哎呀,我可以中一些有型的東西 炒不炒到這張,有沒有人喜歡的? 其實很老實,有時候抽卡這些東西 都會想了解一下這張卡本身的價值,有沒有可以炒 其實我是運氣好還是不好,我中到是Special R 只有8張 阿樂 阿樂 魔童 這些就見過了,這個沒見過 這兩個人我都忘記了名字,但其實是負責拿著像鳥虎的物體去吸引人力量 我很多配角都忘記名字 其實 可能再給我更加資深的龍尊迷就會記得了 好了 餃子 又是這一招 又只有這邊,那邊是什麼呢? 後面那張是很棒的東西,有沒有機會是Special R那麼貪心? 試一下 吳空擋東西,這張是R 師傅,兩張了 師傅 一開始我說會不會全部都單邊 說自己 有沒有那麼黑仔 無論如何都要繼續開,希望 好戲在後面 不要再抽單邊,讓我拚一下 雖然我是出名黑仔 各位公眾 你們都為我打氣 雖然單邊比較好笑,我知道真的很多想同 保持著雙同 這個好像已經是第三張了 咦 是尾二來的 尾二是阿包,這個也是雙同 第幾張 三張了 不過這個R後面還有一張卡 會是什麼呢?會不會是Secretware呢? 最重要的那張 一張卡 赤一卡 來吧 哇 比達 是這個 給大家看一下歌頭 Special R 就是我還有另外一邊的悟空 但是這張起碼比 撒旦先生好 撒旦先生都是Special R,不過他是 沒有頭髮,地中海 比達也是,只不過是M字 以頭髮量來說,都是比達好很多 信心回來了 突然間的心很紅 雖然未開完所有卡,就已經想定會不會買多一盒 另外一邊是吳天 這張又沒見過 又是學生人 這個見過了 天神 旁邊那張是什麼呢 阿樂 又是雙同 波波 後面那張是什麼呢? 單一張而已,其實未必是Special R 可能因為剛才 曾經試過出兩張東西 就是說可能都是R,會不會有機會可能是SR呢? 好,開了 漂亮 真是SR 這張是沒有盒子,是比達來的 你看到SR的閃發就不是R,不是正方圓閃 剛才一說我身旁買多盒子,又有漂亮的東西,會不會用心態去抽東西會好一點呢? 這張啊,待會拼一下 先放下 這個未見過,是新的 這個我看過很多次了 餃子啊,我吃了午餐,不需要吃你,這麼多碟 後面的特別卡來了 我看過了 喂,真棒 SR 哇,這次這麼多阿包的特別卡 剛才說可以合的就是這兩張 都很幸運 普通卡合到 起碼不是全部單邊 是不是容易抽了呢?這次已經有兩張Special Rare 開始看到SR可以抽一下 吳天旁邊就是杜拉加斯那張,又可以拼了 太好了 見過了 吳化未見過的,新的 比迪麗 轉身的學生人 好,開下一張 這個是R卡,GG 旁邊是不是應該在打吳空 運氣可不可以繼續來 Secret Rare,我說了這麼多次拍了幾條片 未見過Secret Rare,我很想要 大貪一點吧,給點大支 阿樂這張是靈身的 是蓄氣彈 我們要看看下一張是什麼 再開 剛剛才看到你 又是你 兩張GG 好,繼續開 我想這些重複卡的問題,其實都是我自己本人的運氣問題 全部相同 多一點好東西 希望有多一點好東西 下一張 SR 這一刻用魔風波 就是這個 開的時候,看看大家會不會很眼眉 可以幫我拼合其他白卡 可以幫我拼合其他白卡 可以快一點 掃過去 5番 之後是什麼呢 R卡 我知道了,旁邊是什麼 旁邊是18號,大家知道嗎 給大家回憶一下畫面 希望我待會抽中 其實我幾有興趣可以抽到18號那張R卡 可以拼一下 撒旦的樣子那麼有趣 天神,又見過了 我覺得其實這張是我真的很喜歡這一招 廖三明這樣也想到,厲害 再開 真的是最後了 之後是什麼呢 真的可以拼了 首次成功可以拼的R卡 就是這對夫婦 暫時他們未結婚的這個狀態 是在打23屆的武術大會 我覺得這次爆盒是開心一點 可以拼這個玩法 這樣也讓他想到 這個可以拼的卡其實以前都有 日本的 龍珠卡 這些都是日本出的 雖然英文治 魔童後面是什麼呢 好帥 漂亮 SR 暫時的白卡雖然比較多雙童 但是那些特別卡都不錯 不行 不可以佔滿 有時候太佔滿就 糟糕 欠虛一點 之後會不會有些再漂亮一點 最後一張 看來看看 魔童 閃霸就不是格仔閃 這個是SR卡 多一點可以讓我拼一下 我懷疑他可以組合的卡基本上就是哄大家 要再買多一點 儲齊多一點可以拼到 其實我現在已經有這個心態 看看 悟空最後一張 特別卡 究竟是什麼級數呢 天津飯 雖然是R卡,但我其實本人都很喜歡天津飯 很喜歡的 很多單邊 給我一面 讓我抽中多一點 其實白卡都齊齊了,我現在再看看 因為全部都重複了 這張是 立刻拼給大家看看 好嗎 好嗎 18號拼著 撒旦先生 不過最後這場就是撒旦贏的 大家記得為什麼嗎 就是撒旦爸爸給他了錢 獎金 太好了 剛才說很想拼這個,真的讓我拼到 繼續努力 有沒有機會在這盒東西裏面的secretware 沒試過 好嗎 漂亮 SR卡 五天,可以拼一下杜達克斯 其實剛才是不是有的 然後呢 哎呀 好,最後 都不差,是SR來的 但是他那個地中海真的很吸引 第一個焦點就是看到他的額頭 這次抽都算多SR Special R 還要有兩張 我很貪心的 希望再多一張Special R 可以拼到 不知道有沒有網友跟我一樣有玩開這個卡 因為可能大家都會爭一邊 好,最後一張,即是其實Maii 應該沒什麼特別勁的 R 卡來的 歐報 其實總之的情況就是Maii是R 卡 後面的一張應該都是幾高級的卡 所以大家是看Maii的一張 好了 Maii不是 沒有了,沒有了 是什麼來的 最後 阿樂 這個應該是跟天春飯對的 最後兩包的 會不會真的有機會可以拼到多一點的特別卡 真的要貪心一點做人 賭上自己的運氣 Maii如果R就一定有好東西之後 哎呀,是白卡 好了 R 卡 最後一包 最後一包 給點幸運來 已經將要求降低了 R都收貨,拼到就開心 是開心的 Maii3,Maii2是什麼 Maii2,哎呀 亮身的白卡 最後啦,最後呢 最後是什麼呢 閃的 是一個場景來的 啊 啊 場景都做閃卡 好啦 收貨啦 完了 好了結選一下,我就在common和uncommon當中的卡可以合併就是這幾款 我看過應該就沒有單邊,可能我就儲齊所有普通卡可以合併 大家喜歡哪幾張呢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比較老餅的關係呢 突然是喜歡自己小時候看的卡通 龍珠時期那些,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感覺比較多 還有這些 不過5份和5份我也喜歡 這張畫得多漂亮 另外可以拼的卡,R卡就是這四套 大家又覺得如何呢 真的沒辦法,撒旦先生是最搞笑的 這些是其他抽到的R卡,一次過再展示給大家看看 有點重複 有些地方都可以做閃卡 其實地方來說應該比較像白卡,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可能這次的主題就是天下第一武術大會 就給它一張閃卡 之後就比較漂亮的SR卡 這個閃卡就是根據一個圖案去設計的 這個是同一時期的 看到跌志摩和跌志摩就知道其實是龍珠那陣 大家天下第一武術大會 哈哈,很滑契 阿薩蛋的樣子 這兩張漂亮,這樣都被我抽中 雖然它們不是合拼,但其實兩張都有點主題性 那就是寶威時期的武術大會他們對戰 最後我抽到這兩張 不過都是單邊的Special Wear 我記得我之前拍過的影片 都是只抽一張 但是這次一次過抽到兩張 不過可惜的地方就是不能合拼 我給大家看一個畫面 上網看他們說怎樣合拼 就是這樣 搞到你很想弄到盒子,有沒有機會可以抽到另外一邊呢 不過怎樣都好,今集我們就完了 玩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有抽的,有沒有像我那樣 抽到一些漂亮的東西 Special Wear 甚至是Secret Wear 還有大家覺得Dcard漂亮不漂亮,給我一個意見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爆個盒,看看運氣如何 記得喜歡給個讚支持我 這盒東西 價值都不非 下次見,謝謝,拜拜